师父 翻不出真写好坏的 做的有些事 自以为没有人知道 现在能早一点通到 屠杀们的开始 还有诧毁的机会 师父告诉你 你看看 谁能坚持到最后 谁走到最后的 他就成功了 那才叫虔诚自定 没有尽力和智慧的人 学哪个法门都学不好 学几天就不学了 一个人首先要有辨识能力 淡乱力 你学了学的不适合你 也不用找说不好吧 不适合你的 就不是好的吗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 脑子脑子没有的 做人也做的这个样子呀 一点不开悟 自己不学 你不能锻炼慧命 拿到人家和你一起不学佛吧 等到哪一天常灰心啊 菩萨慈悲你 师父慈悲你 只怕物法神不会清朝 很多人到了快明 快没命了 又回来求死 求师父救 你说我能说什么 师父可以原谅你 不计较你 你说 因果能不计较你吗 师父 现在真的是着急呀 我就眼看着有些人 走进悬疑 师父 伸手去救 人家甩开你的手 不要你救 师父 能说什么 菩萨慧已经说的很多了 很明确了 我也没有什么补充了 平时师父说 还有很多人不信 今天是土耳 亲耳听到菩萨教会的 你好好记录下来 让大家听听这正案的一刻吧 多听录音 多看白话和把 印象到师父 就能跟师父接上气场了 师父就开始到这里 师父 第一个分享 你看师父讲的话 与其像不像我 他就知道了 佛来到人间来弘扬 这个传下来的这么2500年 这么优秀的佛的文化 来救度众生的 你只要说佛里边有问题 你让人家退道心了 对不对 有些人过去没接触过佛法 那么刚刚学到一点点 有个人说 哎呀学什么佛法 他们都是假的 你只要这句话一讲 那么这个人不学了 你是不是整个毁掉了佛法 而不是单单毁掉了一个法门和一个人 明白了吗 对 明白了 所以这个业障是重得不得了 而且永远都超脱不了六道的 就是永远就是在地狱里边要受苦的 所以一个人不下地狱 他不知道什么叫苦了 所以希望他们真的好好地珍惜了 真的师父反正一直讲啊讲啊 讲到我讲不动为止 对不对啊 所以人真的可怜了 人是像父母亲一样 当心啊当心啊 终有一天孩子不当心出事了 对不对啊 对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与我是马亚的